乔治·福尔曼是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拳手之一,曾两夺世界冠军,45岁时仍登顶拳王宝座,也被媒体评选为历史上最知名的100位中炮手第九位,老福尔曼·福尔曼共有5个儿子,而且老拳王非常有个性,把5个儿子的名字取得和自己一样,都叫乔治·福尔曼,当然,为了区分这些儿子,他把老大称为福尔曼二世,老二称为福尔曼三世,老三称为福尔曼四世。 此外,这些儿子的小名也比较容易区分,诸如老大叫小乔治,老二叫僧侣,老三叫大伦子,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,就是福尔曼的二儿子,福尔曼三世,他是福尔曼五个儿子当中唯一一个拳手出身,福尔曼三世福尔曼三世的小名僧侣,说起来有些意思,他在1983年出生时,正值老福尔曼担任牧师,所以直接给儿子取了这么个小名,尽管父亲是生名显赫的拳王, 而且在赛场以凶神恶煞著称,但福尔曼三世却从未想过会成为拳手,他的母亲安德里亚,福尔曼就坚决反对孩子们从事拳击运动,而且老福尔曼日后评价这个儿子,小时候性格内向,似乎不太适合成为拳手。 福尔曼三世又与父亲老福尔曼虽然从未被看好成为拳手,自己也从未想过会成为拳手,但由于父亲的缘故,福尔曼三世与其他兄弟姐妹一样,小时候就时常在场边观看老福尔曼比赛,因此对职业拳击并不陌生。 福尔曼三世高中毕业后,考入大学主工商业管理专业,也就是这期间,为了锻炼体魄,他到健身房去学习打沙包,结果开启了一段与拳击的不解之缘。 福尔曼三世福尔曼三世接触拳击时已经19岁了,后来26岁转为职业拳手,由于父亲的威名,他很快就在业内引起了注意。 福尔曼三世与老福尔曼年轻时非常相像,身高达到1.96米,打法也秉承了父亲的一贯作风,就是重拳凶狠,以进攻为主。 而且他在训练上也模仿老福尔曼,诸如扣拉吉普车,匹柴,打大时来提升力量和体能。 比赛中的福尔曼三世又,福尔曼三世职业生涯,从2009年开始至2012年结束,取得了16战全胜,15次击倒对手的优异战绩。 击倒率高达94%,战胜的对手总战绩107胜220负。 福尔曼三世2012年12月完成最后一场比赛后,离开了拳盘,2013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福尔曼三世拳击健身俱乐部,同时还申请了一个叫BUXFIT的拳击品牌,后该俱乐部改名为Everybody Files公司。 2016年,福尔曼三世又投资100万美元,在波士根地区开设了分公司,同时还将业务拓展至健康认证,体育资讯等多个领域,成为了真正富甲一方的企业大老板。 福尔曼三世所与父亲在一起。